什么级能打眩晕光远 对面一定要有一个你能瞬间秒掉的英雄 看守约 全场第一 三个零 盯准这一级你能瞬间秒掉的英雄 一直抓他 让他频繁的掉点 守约前期的眼 视野范围不是很大 卡他放眼的视野盲区 守约 加明士隐 你要把他压制下来 不能让他扩大优势 注意 盯准守约位置 看 来了 大招命中之后接眩晕 一技能消耗往塔下顶 如果明士隐不放干扰 我还能把明士隐推进塔下 在你技能冷却时间的时候 清兵发育 这个时候不要浪 不要掉点 防御塔能守就守 守不了的话就放掉 大招时间好了也不要打 要等眩晕一起 当大招和眩晕同时都有的时候 就是你搞事情的时候 我的目标是放在守约身上 但是我看见什么东西过来 他可以用技能弹 但是你看 大招接眩晕连环控制 这一波打完 再等下一波大招和眩晕的时间 你要看好他周围队友 能保他的英雄 亚瑟已经上了 注意守约 你看 二技能跳中之后 你看他头上的击退和眩晕 他连用技能的机会都没有 你带急跑 你是没有办法瞬间秒掉他的 这是专属于眩晕关系的快乐 只要你能秒的英雄一出来 二技能一跳接眩晕控制 你看 如果他不加不盾 这一刀就没有了 两个宝石 一个升级晋卫荣耀 一个最后换破军或者水星锤 这是成型的装备 破军出掉 满地图找守约 注意看眼睛 然后发现守约的影子 看见他的一瞬间 这个二技能只要跳中 再接血影 一刀直接就没有了 除非看见我马上用闪现和大招 不然你看 他头上的控制就没有断过 跳中之后 他根本没有办法动 就算提前用了技能 他能防得住几次 一万二的守约 前期三个零 他只是刚好遇见了我 就这么做了 它非常快 不就好 再判断